然後自己衝了個方便麵吃了 加了幾塊牛肉 牆上貼著朝可明夫婦的照片 警方沒有找到畸形兒生前的照片 只能夠貼一個小孩子死後的遺照 這隻狗名叫死神 就好像某種招勻的武術一樣 今晚頭七 滅門按一家三口 將會在地上爬上來 伴隨著牠到個漫長的一夜吧 葉蕭對著隻狗說 死神 歡迎你來到我家 這裏就是你的身家 只有你能夠幫到我破案 捉住殺害你主人全家的兇手 你說是不是 現在隻狗仔對著小主人的照片哀號 發出好像老鼠一樣的姿姿聲 葉蕭拖著死神轉了幾圈 告訴牠要在衛生間裡大小便 牠承諾如果有時間回家 就一定會下樓撩狗的 但是牠究竟可不可以聽得明白呢 牠家裡有個小房間平時都是鎖實 牠告訴這隻大狗絕對不可以進去 雖然死神在牠面前沒有多腰張 但是也沒有像其他寵物狗一樣 趴在主人腳邊炸嬌那隻 牠和葉蕭保持著距離 要被一隻狗接受一個新主人 尤其是這種猛犬 是需要漫長的時間的 葉蕭打算早點睡 但是工作越拼命 大佬就越興奮 牠經常整夜整夜地失眠 在後半夜 牠於是又夢到了朝天樂 這個無腦的傑迎兒 不斷笑著在牠耳邊說話 牠冷汗淋漓地紮醒跳下床 跪在地板那裡 努力回憶著夢裡面聽到的說話 但是 就怎麼都想不發 清晨七點 牠打大赤腳 赤裸上身 想去喝杯水 但是牠發現大門闖開 流到裡面的冷風直吹入屋 牠的死神不見了 第三集 死神歸來 在連續六天的暴雨之後 還夜迎來了聖夏的烈人 聖夏 住在南明路這一帶遠離市中心 新建的住宅區就好像傳染病一樣 在郊區不斷蔓延 從前的工廠廢墟 就好像殘留的皮鮮 點綴著十方者的營地 很多的民房出租了給些打工仔 附近有民工子弟小學 每一年的夏天 都會有些沒有人照顧的小孩 會浸死在河道那裡 又或者是名喪於橫沖直撞的 水泥車輪之下 昨晚 他經過樓下的水塘 聞到陣陣惡臭 原來是隻死貓 眼珠都突出了 皮肉正在腐欄 引來了性困結怼的烏鷹 那些居民紛紛掩著鼻擾道而行 他呢 就走到隔壁工地 運了民工借了一把鐵鏟 把屍體撈出來 在小區的綠化帶畫了個坑 埋好他 有隔壁倫射指指點點 覺得這個女孩是不是有精神病 又或者是遺傳了他媽媽的壞基因 盛夏就一於懶離 公寓樓 在盛夏出生的1999年進攻 盛夏住在7樓 每一次爬樓梯 踩著台街上的小廣告 聽著隔壁輪社的打麻雀聲音 燃燒著他的熱量 門上貼著水電煤氣費 全部欠費的通知單 客廳裡面堆滿醫院帳單和發票 垃圾桶裡面 全部都是吃藥時候剩下的藥餡 和那些一板板膠囊的膠板 他站在養桌上 空中飛過幾隻烏鴉 絕對不是吉小 南明高中方向摩天輪 已經停止轉動了一年 客廳夢牆那裡 還貼著拳王胎臣的海布 天花板底底懸掛了一個沙袋 他換好鞋 換好運動短褲和背心 雙手綁好拳帶 戴上紅色的拳套 換成了凶狠的眼神 就好像一隻被趕上街頭的鬥牛犬 短暫熱身之後 十八歲的少女 實頭過猛然地向著這個沙袋的下半截踢過去 如果這個是一個男人的話 蛋蛋都碎了 他去了泰國七天 他既沒有去普吉島 也沒有走巴提牙 更加不要說什麼清邁、素可泰 七日七夜 他基本上都在曼谷近郊的一個泰拳館 和一個老拳師訓練 在曼谷的錢羅廣場 他找不到好像瑪利奧那樣的男生 但是就走進了一家美髮店 先幫自己剪了一個短頭髮 又染成火一樣的紅色 起床之後 他打了一個鐘頭的泰拳 然後解開雙手的拳帶 慣自和膝蓋都紅棍棍的 由內到外都嗨到透殺 他現在吃了兩粒藥 沖了個熱水涼 拉了後窗簾 全身赤裸地坐在地板上 喝了一罐可樂 媽媽已經離開家四年 盛夏早就習慣一個人 在這個空蕩蕩的爛屋那裡 自己一個人唱歌跳舞 聽音樂看漫畫 打沙袋 生物中提醒他 準時打開電腦 寫計算機代碼 這個是每一日必須完成的任務 過了一陣 門外響起了奇怪的聲音 不只是敲門聲 更加像是有人受傷之後的身吟聲 誰 他穿了衣服 透過貓眼向外看 流到裡面什麼都沒有 但是外面就發出了沉重而凌亂的腳步聲 是不是小孩子來呢 好像又不止一個人 他打開門做出泰拳的防守姿 沒有人 只有一隻狗 這隻狗 就好像從動物園裡逃走出來的野獸 他比城下整個人都還要重 全身都有短短的皮毛發出烏黑的光澤 就好像重金屬搖滾的標配 他有一對好像同靈一樣的圓眼睛 老友鬼鬼地看著他 並且認出了他 死神 盛夏喊出了他的命 這隻大狗不停搖著尾 把頭捏到他的大腿邊 不停咪咪摸摸地搶著他乾滑的皮膚 這隻狗公不是好色的 而是表達久別重逢的喜悅 他蹦下看著死神對眼 用力地撫摸著他的皮膚 拍了下他強健的胸肌 天啊你終於回來了 確認無誤 他抱著隻大狗呼呼聲哭出來 他將死神拖入屋 聞到他身上的臭氣 於是就打開了玉色的水龍頭 掙扎了兩下 隻狗就跑出來 盛夏才發現 那條狗的頸上有一個紅紅的雙巴 雖然是有結了家 但是仍然不可以沖得涼 他後背那裡 也都是有一塊雙巴 托了一小片皮毛 但是是老傷口 怎樣啊你 是不是還有人敢欺負你啊 多五年了 你去了哪裡啊 我一直都在那掛著你啊 死神現在眼淚汪汪 在他的懷抱之中 繼續磨蹭 其實他已經十歲了 相當於人類的慕念 2007年 讓他媽媽遺棄他呢 他現在即將餓死 又或者會變成一個流浪汗的晚餐 他們兩個決定 要收養這隻狗仔 但是盛夏的爸爸 很喜歡吃狗肉煲 認為是東靈進寶的佳品 他吊死過女兒回家的流浪狗 而小善呢 他就把狗帶回家 很幸運的是他爸爸也很喜歡養狗 不過女兒之間有個約定 雖然狗仔養在小善家 但是他們兩個是共同的主人 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幾乎每日放學 盛夏都會去小善家 和他一起照顧狗仔 親手餵一些拉拉給牠吃 看著牠一點點長大 變成一隻令人生畏的犬科動物 盛夏是幫牠起了個名叫死神 那是因為看了電影死神來了 牠覺得沒有比死神更酷的名 你想想拖著牠走去大街那裡 叫一聲說 死神不要亂走 一定會把老人嚇到半死吧 你想多爽才行 查遍了各種資料 都沒辦法判斷牠究竟是什麼品種 雖然牠的體重已經超過了聖夏和小善 但是牠從來都沒試過傷害主人 碰到了這兩個女孩 牠就會乖乖拍腳邊 不以為自己就是拉布拉多的寵物狗 五年之前 死神走失了 是因為小善出了事 門鈴突然響起 這隻大狗警覺地轉到門後面 聖夏把手指放在嘴唇裡 叫牠不要出聲 在貓眼裡 牠看到了一個男人的臉龐 咦?為什麼牠會來呢? 是為了招老司丹奧嗎? 牠把死神趕進去臥室裡 然後開門 呃請問 這個男人後退了一步 你是… 你好啊 葉蕭警官 我是姓夏 葉蕭 不斷看一看牠身後 用個鼻子不斷掃 我聞到了死神的氣味 你跟我說的恐怖故事呀? 我是說隻狗呀 狗呢? 牠亮出了自己的手機屏幕 有GPS追蹤定位 顯示狗身上植入了芯片 牠現在就在這間屋的範圍那裡 突然之間死神喘了出來 撞低了門口的葉蕭 牠就好像一隻兇猛的炮一樣 嗅一聲衝了下樓 整棟樓都可以聽到牠的腳步聲 死神呀!回來呀! 城下唱在葉蕭之前追下去 七樓,牠不覺得累 牠來到這個小區的地面之上 看到了死神的背影 死神一路逃走 亦都一路停下來向後看 好多人都驚慌吐喘 牠怕有人打電話去報警 叫打狗隊來消滅牠 去年的校運動會上 牠是女子短跑第一名來的 牠現在 抹到腳盡了來跑 燃燒著最後一些腎上線數 烈日之下 南明路上 紅髮少女追逐著大狗 後面還跟著一個男人 幾乎跑了差不多一站地鐵的距離 在南門高中的門口 盛夏終於捉住了死神 牠累得快把肺都吐出來 狠狠地捉住這隻大狗的頸子 牠說 來呀 你走什麼呀 站住呀 背後響起了葉燒的聲音 死神一聽到又好像脫疆的野馬 不斷橫衝直在 南明路上車來車往 看這隻狗就好像如入無人之境 一路衝到遊樂場的門口 是塞樂園 死神停在馬路中間 看著遊樂場的摩天輪 現在一部水泥攪拌車 一路開過來一路按著鞍 司機完全不想煞車 小!就是一隻狗 硬死了就算了 牠在鄉村公路上面 開長途的 斜錄之下 都不知有幾多隻狗的冤魂 但是 盛夏不想被死神去見死神 葉燒也都揭盡全力衝過來 但就沒有能拉著牠手臂 現在的牠就好像出塘的子彈一樣 衝到南明路的中心黃線 發盡全力把這隻發牛鬥的大狗推開 下一秒 這個攪拌車的司機終於踩下殺車 牠知道 捏死一條狗 以及捏死一個少女 是完全兩種天和地的代價 但是一切都理不及 時速銳減到二十公里的剎那 這個少女被布滿烏泥的車頭撞飛了 牠感覺到自己兩邊的肋骨都伸出了翅膀 被剩下的烈日吸引到空中 牠的身體聽到好像羽毛一樣 撫陷著整個南明高中和塞樂園 牠看到了摩天輪 還有旋轉木馬 還有白雪公主的城堡 最後 是鬼屋背後的排水溝 一秒鐘之後 盛夏回到了這個骯髒邋遢的地面上面 大地緊貼著牠的面旁 是誰的鮮血在薄薄流淌 就好像一條紅色的小溪 由馬路的中心 一直流到遊樂園的門口 牠沒有感覺到任何的痛楚 但是靈魂正在牠的身體裡撩走 死神就好快沒有損 這隻大狗烏烏地叫著 眼睛和鼻子都濕黏黏 牠回到少女的身邊 伸出牠藍色的舌頭 扯著牠正在流血的頭部 狗的唾液裡有一種奇怪的物質 令人感覺到很舒服 就好像傷口正在慢慢遇寒 總共牠知道這個只是幻覺 葉少抱起艷艷一色的紅花少女 瘋狂地攔阻著路上的汽車準備去醫院 不過是完全沒有人敢把車停下來 這個男人的手臂還有胸口的肌肉都夠性感 唉… 媽呀… 為何我臨死之前要想到這樣的事呢 室落園裡 在靜止不動的摩天輪 最高點的轎箱之中 有雙眼正在撫陷難命路 你聽過一個很無趣的冷笑話嗎 摩天輪可以停止轉動 但是地球不可以 她看到了這場車禍的轉過症 也都看到了死神和少女 第二天 葉少刮乾淨的紅蔬 效害醫院病房的門 她的手裡還拿著一小粗粉色的白盒 吩咐營精隊的女同事買的 但是不知為何顯得非常笨拙 在昏迷二十四個小時之後 十八歲的乘客醒 她走了九屎雲 沒有被南明路上的大家車撞死 一條骨都沒有斷 只是她額頭綁著繃帶 白布包裹著她的紅頭髮 真是好像什麼波蘭啊 印度尼西亞 或者什麼奧地利的國旗那樣 唉 你好啊盛夏 葉Sir 她的臉色蒼白聲音很輕 但氣勢不減 蕭魯斯丹岸破了嗎? 未 還未 傻佬 你就跟五年前一樣 什麼鬼的岸都破不了 從來都沒有人敢跟葉少說話 明偵探的皮囊 傾客之間被這個女仔思想 她忍著一腳踢開門走人的衝動 她說 嘿 你長大了 廢話 五年前我先高二 現在都高中 說到這裡她的聲音尾約下來 試熱呢 靜下體上半身 低頭看著自己空蕩蕩的病號服 只不過我的胸口比飛機長 令到你失望了 五年前那宗案我會破的 我發誓 你又不是第一次在我面前發誓 結果呢? 喂,死神呢? 在我家 葉少就起唐眉 但還是決定告訴她 在朝可明的滅門案現場 她受了重傷 可能是唯一的目擊證人 我收養了她 昨天早上這隻狗簡直好像成了精 自己打開門鎖走出去 幸好她身上植入了芯片 GPS定位顯示在南明路居民小區 出乎意料 她見到了城下 紅色短頭髮 灼痛了她的眼 人和狗的追逐 少女被卡車撞飛的一瞬間 死神走回來 拿著她流血的傷口 葉少真的以為她死了 但是她又的確 不可能再活多久 有件事你不可能不知道 醫生跟你做老婆CT的時候 說發現你的腦裡有個腫瘤 我和你補充一句 惡性 盛夏的表情正常都有點過份 就好像在平淡地討論 她煎蛋喜歡吃煎箱面還是煎蛋面 真的很抱歉 四個月之前 我突然在服飾裡暈倒 醫生說腦瘤不是絕症 但是我是惡性的 而且位置夠了刁鑽 很難開刀切清切楚 這樣啊 還有可能傷到腦幹 如果不花療 這個腫瘤就會慢慢吞噬我大腦 吃藥打針 都是緩解我痛楚的 城下講完微微一笑了一下 摸摸額頭上的崩大 唉唷 為何一輛車不撞死我呢 全家拿呢 醫生沒有說過什麼原因 他們都搞不清楚的 又可能是遺傳基因的問題 感染過自己也不知道的細菌呢 電腦和手機玩多了會受電磁輻射呢 等等等等 我跟醫生說 我多得你 多得你陷家 不如送多個免費的屁股 微雪糕你試一下 習慣於一面嚴肅的葉笑聽完之後 都忍不住笑出聲 口水還噴在他的臉上 唉唷 我都聽說了 你的身體狀況根本不允許參加高考 本來可以休學一年 但是你主動辦退學手續 你這麼開心做什麼 醫生說我 今年的年關我都未必過得到 更加不可能參得到明年高考 你覺得休學一年是有意義的嗎 盛夏的聲音終於放大 護士進來提醒他 不要太大聲不要吵到別人 他反了個白眼 細細聲對葉笑話 喂 這個護士靚妹很可愛 你可以靠她 你這麼說話 就不怕我一巴掌聲到你了 唉唷 真是好 你終於都被我擊倒了 我好可能是整個南明高中 唯一一個考不到大學的畢業生 我的退學申請 令到校長和老師全部都鬆了口氣 升學率和平均分數線都保住了 更加不用說憂心被我拉低了 你應該一直住醫院的 十八年前我就在這間醫院出生 但是我不想在這間醫院死 你為什麼不做化療 葉蕭看著他一頭龍脈的短髮 通常做了化療就會脫髮 需要戴假髮或者戴帽 我呀 有個隔壁鱗蛇三十幾歲就有癌症 拖了三年 接受各種化療和偏方續命 原先呀 大隻都像隻牛一樣的 後來頭髮掉了 受到不成人形 為了治病連家屋都賣賣 老婆辭職在醫院守住她 最後就是死了 喏 我就不想人沒有了 錢還留回 我決定放棄花療及時行樂 洗掉家裡最後的存款 啊 以前我從來沒坐過飛機 這個月我還去了泰國 但不是玩博 而是學泰拳 下個月我就計劃去韓國 不是追奧巴 只是去學台見到 如果簽證可以辦到下來 我還想去歐洲去美國 最好是死在拉斯維加斯賭場 睡在套女郎的懷抱之中 骨灰就不用送回來了 直至幫我耍在白宮大草皮那裡就好了 你放心啊 你是不會通過美國的簽證官面試的 葉燒打斷她網上說 說回正經事 兩天之前 朝可明的葬禮那裡我看到了你 嘻 我現在這麼仰眼的樣子應該沒有人會忘記我吧 贏了啦 死神與少女 她的同行聽了之後就好像午夜的貓一道放大 你在叫我啊 盛夏同學 這個是你微信的利青華 我查過朝可明的微信紀錄 你是唯一一個跟她加過微信的學生 Sorry 我已經退學了 你別叫我同學啦 滅門案發第二天 我就想跟你聯繫 結果查到她出入警管理局 我確認你個人在泰國旅遊 但是我一定會等你回來的 叮你的廢 原來你不是來貪我 來審我啊 那束粉飾的伯俠 被毫不客氣的一踏入垃圾桶 葉燒不介意 反而覺得有點輕鬆 你也上過朝可明老師的課吧 我啊 是朝老師唯一喜歡的學生 因為雖然我是全校工業的差生 一計算機就考一百分的 小小的時候 那些人啊 每個人都顧著打遊戲啦 聊聊聊啦 想揹開心網啦 偷菜啦 我呢 就學會寫程序代碼的啦 焦老師的計算機水平非常之高的 教過我一些黑客技術 他絕對有能力去自己開發程序的 但是呢 這個人性格有點怪怪的 他不喜歡跟學生交流 對於不轉手課堂紀律的那些傢伙 他是隻眼開隻眼閉的 那些同學都不喜歡他啦 但是也不是說討厭他 總是比那些嚴厲的更年期老女人強很多的 是不是 啊 抱歉啊 不知為何見到你呢 我的說話就變得多了 你說的你幫主人 是啊 麻煩你把我原話轉告給他聽啊 七日以來 葉蕭走訪了被害人夫婦的家屬和同事 當然重點就是那家男命高級中學 焦可明是一個沉默而內向的男人 從來不參加老師之間的勾心鬥角 更加不會為了些少工資獎金去跟人吵架 最近那五年他越來越屈屈寡歡 除了教延祖 聚餐和旅遊他全部都不參加 同時結婚發起帖 他都會用各種理由去推遲 滅門案之後大家才明白 趙可明生了個K型小孩 心情一定是屈滿到頂點的 但是他又沒辦法 不想讓人知道 只能把自己的生活圈子縮到最小的範圍 啊 還有一個問題 或者我問你不得合適 但是還是要問的了 焦老師身邊有沒有什麼來往特別多的異性 不知道啊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葉宵都調查過不少人 學校裡面的女老師 發育成熟的女同學 甚至乎學生的女性家長 畢竟懲殺都是謀殺我的一大原因 結果是一無所獲 雖然他太太是普通人 但是他仍然保持著對分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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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回來 分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